因为你那么好 给人买两件衣服不应该吗 但是频繁买 我是觉得他穿不了这么多 那结婚是谁提出来的 结婚主要是我家里吧 因为我和他交往这么久了 怕他交往久了 感情就会变外 结果我家里就筹备了 结婚这件事情 结婚也是我主要策划的 他只负责简单的 私宜和婚车的部分 这对一个新郎来说 是很简单的事了吧 然后结婚当天 我家亲戚全部在酒店门口等着 等着他的婚车来接 结果等了好久 结果他的婚车 直接开去了婚礼现场 我家亲戚就直接打 第一区的婚礼现场 这件事情让我妈觉得特别美美 那个时候因为前天晚上 我邀请了很多朋友 一起来吃饭 他们也开了很多车 他们的车就作为第二天的婚车 这个事情我是张罗好了的 他们可能是闹钟 没听见 因为前天晚上玩得太晚了 但是这个事情我有去策划 我也去张罗了的 前一天晚上如果计划一下 至少就不会发生这样尴尬的事 婚后我就以为她会好一点嘛 毕竟我是她的妻子了 没过多久 她就把她自己固定的工作给辞了 本来她就是搞音乐的 之前她就想自己搞音乐 但对我来说 或者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 不稳定呢 好不容易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不是更好吗 当时我辞职工作的时候 我是想了很久 我是在一个小学里面就教书嘛 但是我确实我的性格 我不太适合 而且我所教的东西 和我以前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 是有差距的我觉得 那我就辞掉 辞了这个工作 而且我也没有说是因为 我怕他们担心 他们觉得这个工作很好 但是对我来讲 我已经有这个能力 再去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但她辞了工作 是在婚后辞的 家里的人就觉得 是我管不住她 你们家人觉得是你的问题 两方家里都觉得 我管不住她嘛 给她说什么也不听 她一直都是我听我说 关于是我找了一份工作 我还挺合适 我觉得工作要适合 要适合自己 是的 她是找了一份工作 但经常晚上和学生聊天 就聊得很晚 而且就让她给我提出了 一个很福利的要求 她就给我说 她晚上不回家 要在工作室做音乐 你晚上不回家 我怎么知道你在干嘛 本来你就身边的 异性朋友就很多 搞音乐的一般在晚上 确实有灵感 这是事实我觉得 而且在白天的话 没有那么多的思绪 晚上会大耳会放空一点 而且我也把它带到 我工作室去的晚上 对啊 我失去了 我也没有让她一个人 睡得着 我白天还要工作呀 我晚上陪你做音乐 我第二天白天还要工作 你有想过我的身体吗 你们现在这种状况 双方家人知道吗 大概了解一些 什么意见呢 我妈妈其实还好 而且我就难得 在经济方面 应该掌握一个 主动的主动权 就赚钱这一块 我更多一点 她是努力赚钱 但婚后家务事 我也说过 我会努力去做 去学 但是有一天 她妈妈就突然来到 我们家里 那几天我就工作 很辛苦嘛 很累 没有来得及收拾 家里就很乱 但老人家一来了 看见就特别地不开心 就把我拉着 说这样你该做 那样你该做 但是她在旁边就这样看着 都不会上来帮我一下 我觉得做家务这个事情 她本身平时就很擅长 她几分钟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她就让我去做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在忙 如果我们两个人 一起承担这些东西 不是更好吗 差不多委屈说完了 我问点问题行吗 可以 现在家里面 谁的收入高 我的收入高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现在家里都觉得 我们俩工作也稳定了吧 也结了婚了 就该到了要孩子的联系 但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没解决 我想先让她知道怎么来爱我 怎么来承担一个家里 再确定要孩子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 你知道她不知道怎么爱你是 还是不是 她爱她自己 爱音乐 她不爱你 其实你嫁给她 是因为你真的喜欢她 对吧 对 我也喜欢她 不是 你为什么娶人家 也是因为喜欢她 没发现你有啥喜欢她的 天天给人往家里一扔 喜欢啥呀 因为我搞音乐的时间 确实也是很多 对 那你不该结婚呢 但是我们有情感激素 她现在受不了了 你怎么办呢 我就想让她知道一点 就至少得维护我一下 怎么维护吗 就想一下我的感受 至少有人说我不好的时候 她会说那是我妻子 你不能说 这个事最严重的是什么后果 有后果吗 肯定会有后果呀 比如说 我真没有后果 你当然了 你就是因为觉得没有后果 所以你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啊 人家感受不到爱啊 人家感受都是委屈啊 你跟我说有什么后果吗 后果 离开她呗 离开她是啥意思 就先给她一段时间 让她知道她自己的问题所在 你怕不怕 你给她一段时间以后 她就真的那个了 但我也怕她 后面一辈子都这样对我呀 你在结婚之前 这些问题都没考虑过吗 结婚之前 我以为她结婚后会改变呢 所以就像很多男人或者女人 认为我们的情感 只要结了婚都解决了 其实恰恰发现 结婚之后问题更大 是吧 是的